佛教鬼神说 在在世的人之中 鬼和神都是属于神秘的一类 尤其是鬼 大家都不想见到鬼 但是万一一见到鬼 大家都可能会惊起来 孔子说 不与怪力乱神 但是鬼和神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存在呢 现时在科学的层面 根本就找不到答案 那么我们用佛教的角度来看看 一般人都会误解错 以为佛教是一个求神拜鬼的宗教 甚至乎有些人以为佛教是一个很迷信的宗教 那么可能是一般人对佛教有一些不理解 真正信佛的人 他们只会归依三宝 即是说他们只会拜佛菩萨 供养出街人 他们是绝对不会去拜鬼的 佛教对鬼的观念 和其他的宗教可能会有一些不相同之处 一般人都认为 人死了之后就会变鬼 而正直的死者就会变成神 其实人死了之后 又未必会变成鬼 而生前正直的人 死了之后 也都未必一定会变成神 在六道轮回的概念里面 你死后去哪一处 一切都是要跟你的福报和苦报 决定你来生究竟去哪一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